梵总 来了 您来这么早 岂不着算我迟到 哪里 坐 对了 梵总 今天有几个议案 明天我需要怎 咱们今天不谈工作行吗 咱们轻松点 好 我之所以让你订这个餐厅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喜欢吃海鲜 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都行 好 先生 上菜 好 这是 房子 戒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鲜花这种东西我想 应该是年轻人玩的浪漫 像我们这种年龄啊 还是抢究点实际的 凡总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嘉一啊 我的情况 我相信你应该了解 我太太去世那么多年了 我们家孩子也长大了 都去了国外 我是没有负担了 那么多年来 我始终关注着你 我发觉我跟你啊 非常合适 樊总 我们确实已经共事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是上下级关系 您今天的举动 让我觉得太突然了 嘉一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各方面能够跟你匹配的 我相信你打着灯笼 也找不到第二个 像我这样的条件的了吧 条件 樊总 是在找合伙人 还是在找另一半 找另一半也得讲究条件啊 像这种爱情啊 什么东西都是黄毛丫头追求的 再说了 这个爱情 它的保鲜期有多久啊 那我再问您 公司有不成文规定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如果我真的跟您发展关系 是您走 还是我走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我的薪资吧 这还用问吗 跟您妻子这个职务比 我还是更喜欢市场部总监 现阶段 我还没有遇到一份 可以让我放弃事业的爱情 所以抱歉 你不考虑一下再答复啊 不用 刚才就是我的答案了 樊总 还是很荣幸跟您共进晚餐 谢谢台爱 干了这杯 我还是您的好下属 走